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宗令人很傷心的消息 就是北角長康街這條斜路發生了奪命的交通意外 有14個人是傷亡的 這條街其實在當區來說就是一條小斜路 而這條小斜路的一些客觀的環境 其實可能和這次的意外是有一些互聯關係 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這條長康街其實就是北角區的一條不是很長的斜路 不過這樣其實雖然它不是很長 但是如果你有留意這條的街道 其實都有一些幾特別的地方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 其實長康街本身附近有相當多的中小和幼稚園 好像今次邵氏的這個位置 其實保姆車拍的位置正正就是長康街的衛里小學旁邊 幸好衛里小學在去年就遷出了 其實後面就是另外一個 剛剛在一兩年前遷出的衛里幼稚園 另外一邊其實蘇節小學和幼稚園 也都經常有校巴和保姆車需要經過建華街到長康街 而在建華街另一邊就有高主教幼稚園 也都有很多的校巴會在這裏出入 從這個地圖 其實都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這條街道本身都是區裏面很多的學生 需要日日上上落落的街道來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這條街道的安全性是相當之重要的 雖然今天我聽新聞報導的時候 警方就說這一個不是交通黑點 但是我想警方其實也都 我想他們也都明白 這個街道雖然不是發生意外的黑點 但是這個街道本身其實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違拍的情況是相當之嚴重 嚴重到那個程度就是很多時候 就算你說是不斷有警察去抄牌也好 都仍然是繼續有違拍的 好像今次其實兆氏的這個保姆車 就是這一架了 在它前前後後你都會看到的 其實都是有其他車輛拍在這裏的 那就證明了其實 在當時下午1點多2點這段時間 就這個兆氏的車輛拍的位置 其實左右都有很多私家車已經是為拍當中了 那究竟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狀況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當區有很多的學校他們需要上學放學 很多家長都需要接送 那這個就造成了這一區的交通問題 好了 另外一方面其實都可以和今次大家分享下的一些 所謂的一些資料性的一些補充 就是其實今次銅鑼環消防局各方面 其實他們的消防車就是在1點57分接到報告 四分鐘之後就到達了 不過西灣河救護站的主管 處任的主管就說 他們接報後第一架救護車就在七分鐘內到達了現場 其實根據我自己的一個簡單的理解 其實當區最近的消防局救護站應該就是寶馬山 和近這個阿達中心的北角的消防局 和近這個維多利亞公園的銅鑼環消防局 那為什麼救護車和消防車的到達時間會相差三分鐘呢 其實我覺得可能其實都反映到 就是說當區其實這個英皇道本身這個塞車的情況 可能都是有一些關係 因為英皇道其實是由天后炮台山北角去到 這個質如沖的一條主幹道來的 但是可惜的就是說其實除了這條主幹道之外 其實就沒有什麼其他的一些道路呢 就是在當區來講可以分擔到 車輛去行駛的一個角色 那所以就這條路呢 經常都因為巴士停站的問題 而造成一個大劑塞 那所以這次其實會不會 也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救護車在另外一些的位置出發 所以他們那個到達現場的時間 就有了一個出入呢 我想當局都應該呢 向公眾呢再解釋多一點 令大家呢 對於這一宗的意外呢 有更深入的了解 今天談到這裏